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天中古车 我是两千 上次看完的新态片是不是觉得说 哇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买一台车啊 这物价这么高,薪水越来越少 老板还一直不肯加薪 车子这么贵,持有成本又这么高 买车一落地,变得负资产 那干嘛要买车呢? 对很多人来说,车池其实算是必需贫 那其实买10万的车去代步是一种选择 那买60万的中古车也是一种选择 人生其实离不开选择 而如何在有限的预算当中 拥有最多选择 我想这就是中古车市场存在的目的 怎么挑,怎么抓预算,怎么选车型 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计划的初衷啦 今天的从零开始的汽车购买指南 选择篇,准备正式开始哦 买中古车怕没品质吗? 就来两千中古车 在下方填写专人巡车表格后 我们会尽快替你服务哦 第一步呢就是抓预算的上限 我们可以从年薪的比例呢 去设定一个范围 如果你的月薪是3万块 乘以13个月 年薪呢就是39万 预算上限你要设定在年薪的1到1.5倍 39万到58万之间 就是你所能够负担紧绷的上限 那你的月缴款基本上要控制在薪水的1%左右 千万千万不要在购买车子的时候呢 打肿脸充胖子 做出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情 就有可能会造成贷款一起都缴不出来 不管你今天买的是什么车 全新车或是中古车也好 在你购车之前 一定要准备大约车价30% 作为紧急预备金 也就是假设呢 如果你今天买了一台40万的中古车 大约要抓12万左右的紧急预备金 中古车并不是新车 它一定有一些地方呢 有可能需要维修 40万的车 你可能要准备8到12万 不要把车一次买车的钱都全部用光了 叫你准备紧急预备金 不是说这笔钱是必须要花费的 如果你在买车的过程中呢 挑到一台车况不错的车 那这个紧急预备金呢 是可以省下来的 买车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所以你只要抓住你的预算上限 我认为买一台车子 绝对是开心 而且不会后悔的选择哦 其实2000 依照自己的卖车经验来看 分成了两种习惯 预算型购车跟理想型购车 预算型购车的方式 如果说呢 你心中目前来说 没有任何新银的车款 只有大概了解你的需求 那我建议你就是把预算抓出来 如果你需要一台休旅车 你可以调选Honda CR-V Toyota RAV4 甚至可以找到进口的Mazda CX-5 总而言之呢 在可以负担的范围之内 选到CP值最高的车 就是预算型购车 那预算型购车有一个重点 是不是常听到 这个超过你预算一些 如果你除以月份 再除以期数 其实算算没有多少钱嘛 Mazda CX-5 Mazda CX-5 如果你设定的预算 假如就是50万 我个人认为是 超过一点点都要放弃 千万不要有那种心态说 加5万没有关系 加10万也没有关系 那如果是这样 那把你的预算拉高 如果你的预算是50 那你就告诉业务说 45万够车 因为业务有可能会在 车况上面做一些斟酌 然後讓他抓一點ASOBI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方式喔 那再來就是用理想型購車 就是說你已經鎖定了一個品牌 這個品牌就是你夢寐以求 從小第一次會畫LOGO 就畫這個品牌有沒有 就是要找這台車 那這台車你長期研究 譬如說CRV的中午車社團 你已經研究了非常久 或CRV的車友社團 你研究了很久 大家賣家上面有一些互換的資訊 其實你看久了以後 你大概會對這個車子的市場變化 非常的敏感 你只要在社團裡面發現說 今天這台車特別便宜 那你就可以當下決定要入手這一台 你比較不會被牽著走 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件事情 很多業務會跟你說 CRV還好 那我推薦你一台CX5 如果這時候推薦你別的車型 你可能就會誤判了行情 有可能被低價刊登騙到 因為你並不了解這台車 不熟悉 所以如果確定是這個車 你就買這台車型 那如果說你還沒有辦法決定 那先研究車型 找到真的你喜歡車型以後 你也會比較容易挑的到車 如果說你的車型 是選擇非常確定的 對業務來說 它也非常好推薦 它只要把好的物件推薦給你 你就會購買 那如果說你是預算型 不妨打開耳朵 聽聽看這些車行業務的分享 那你覺得哪一台車更適合你 那你就可以去做購買喔 其實幫助客戶找到一台最適合他的車 他的換車率會比較低 使用的過程中他會比較滿意 那2000建議你自己做自我檢查 第一個我們需要判斷的是家庭成員 這個家庭成員你不能以現在來看 而是以未來5年左右的家庭成員是否會變動 決定購車的標準 畢竟你總不能說 我眼前就要結婚了 那我現在買一台超帥的GTR 其實2000之前買的第一台野馬 那個客戶當時就是買完了野馬以後 他老婆突然懷孕了 是沒有預期的 結果他買了以後車子沒有開到 所以他只好忍痛把這台野馬給賣了 畢竟野馬是雙座的 在小孩子還是baby的時間 安裝汽車座椅 確實是不太方便 如果這時候你還沒有結婚 那雙門跑車我認為OK 開個三年左右 到時候再來賣跑車的稀有性以及特殊性 不一定會讓中午車疊價很多 但如果已經準備要結婚了 那考量到舒適性 你可能要先以小朋友為主 那後車廂能不能裝下嬰兒推車 後座能不能裝嬰兒座椅 就要把它納入思考的範圍囉 那第二個就是挑選適合的車型 在台灣市場非常喜歡SUV的原因就在這邊 他能跑能站能上山能下海 開起來駕駛姿態是蠻高的 所以安全性也還不錯 現在大約都差不多是三到四人的小家庭為主 大部分的四門轎車 應該就可以應付所有的生活型態 休旅車固然很好 但是休旅車需要負擔的就是比較差的油耗 比較大的車位 這個市面上的選擇其實蠻多的 SUV 跨界 CUV 七人做的MPV 其實都是蠻適合的車型 那小情侶的話或是說你二十幾歲 像我一些同學 他二十歲的時候買了一台CRV來開 他開了八年左右 最近跟我說他想要換車了 因為他也沒有結婚 有沒有小朋友 他也沒有出去路過營 那說那你開那麼大車油耗那麼差 他的預算當時其實是捏得蠻緊 全新的CRV 大約花了八十幾萬 適合他的可能就是一台Artist 一樣用了八年 然後他可能現在的虧損 也會比較來的理想一些 那如果說以大家常見的車款來分析 日系品牌像是Toyota Honda Nissan 這些其實都算是相對經濟實用 而且妥善率還不錯 保養維護其實也蠻便宜的 雖然你會覺得配備跟造型 跟這些科技性產品來說 並不是特別的前衛 但是中規中取而且耐用 所以台灣人其實非常多 會喜歡這樣的日系品牌 那如果你想進階一點 譬如說Mazda或是Lexus 他們會擁有日系品牌的妥善率 未來你要脫手的時候 其實保值性相對於歐系品牌來看 他也是比較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到歐系品牌 第一個想法就是以德系車為主 譬如說雙B Volkswagen 奧迪 Skoda 其實歐洲車 它的科技性配備跟它的駕駛的輔助 都會給的比較前衛 甚至會比較完整 但相對來說 它的單價比較高一些 那如果在中古車市場上 你選的歐系品牌 是有一點年份的車 那你可能要找到一個精修的保養廠 才可以幫助你養這台車 因為歐洲車的維修保養 不像日系車這麼普遍 三成的預備金 有可能還會不夠 正所以買車容易養車難 等到賣車那天發現 怎麼這個保值性差這麼多 這時候你會後悔說為什麼不買日系車 可是別忘了 歐系車能夠帶給你這些高級的形象 先進的配備 安全性較高的車體結構 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喔 好那接下來所謂的美系品牌 其實美系品牌在台灣其實蠻少 大概就說了福特 可是福特其實應該算是國產品牌了 然後美國福特跟福特六合 算是已經拆分開來 那台灣來看其實大概就是以特斯拉為主 電動車來看聽起來好像蠻不錯的 但電動車有充電的問題 有所謂的電動車的一個門檻 特斯拉來看它的單價可能需要160萬左右 你才能摸到電動車的入門 那如果說你又有里程焦慮 或是你是高里程的使用者 對你來講電動車好像並不是這麼的方便 我們講說美系品牌有什麼優勢 其實如果你去美國看過車 你就知道大了還要更大 大什麼大 排氣量大 空間大 車體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幾年在台灣蠻出現的 Tundra Rubicon Jeep 或者是這個Ford F-150 海力士這種比較大型的Pickup 他們其實就是蠻大台 那在台灣的都會來說 停車可能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相對來說 比較大的車體結構 換來的就是更差的油耗 所以其實你看早期蠻多美系品牌 譬如像凱迪拉克 或是雪佛蘭 像Camello 大黃蜂 或者是Mustach 早期的3500、3600 動輒5700的排氣量 不僅雖精多一級 那它未來的這個油耗表現 也是蠻恐怖的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美系車時間一長 好像毛病也越來越多 像2000自己開的野馬 前面的幾年反應都還不錯 到後面幾年好像開始發現 有些引擎的問題 有些變速箱的問題 好像就越來越多很退坑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美系車大概的優勢就是大 然後美觀 那實用度其實不錯 算是蠻初用的一個選擇 OK那聽完了以上的分析 2000舉個例子給你聽 家庭成員四個人來看 薪水假如是4萬塊錢一個月 他的購車預算以4萬乘以13個月 大約是52萬 那乘以1.5倍 大約是到78萬之間 所以78萬到52萬之間 如果以新車公司來看 他的選擇 第一個 譬如說像Toyota的COROLA CROSS 跨街休旅 可能比較小 但是可以壓在他的78萬預算內 那如果是以Artis 這樣的一個四門車型來看 一樣可以壓在78萬以內 但是因為考量需求 還有兩大兩小 對他來講 Artis的升級範圍太小 那COROLA CROSS 空間感可能不夠 他可能就會選擇 在中古車市場上 找到一台保固內 比較新的中古的休旅車 大概以2018年後的 第五代CRV 1.5T 或者是RAV4 第五代的 也可以在這樣的一個價格預算之間 他就可以挑到一台 適合他的車子 所以今天講的那麼多 不外乎就是抓預算 選車款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前進到 從零開始的汽車購買指南 賞車篇 那賞車篇 2000會著重在中古車行 喜歡用的一些招式 跟一些話術 以及簡單教你如何看車 還有在交車前 你應該要檢查哪些地方 今天的選擇篇就到這邊 我是2000 你的買車好朋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或是分享 如果想瞭解更多 關於中古車的資訊 歡迎上Facebook 搜尋2000中古車 我們賞車篇再見 拜拜 拜拜